Hello 我是Sharon 我是Abraham 欢迎大家来到Going to Canada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是讲一下这个Study Permit 怎样你有他签的时候 一个好的 写得好的Study Plan 是可以帮助到你去上诉他这一样东西 Abraham 今天就会讲一个故事 一个Case Study 给大家听的 Abraham 今天就讲一下一个Study Plan 这个就是一位基朗的教师 35岁 他自己结婚了两个小孩 申请了去Ontario一间University大学 去读一个Master of Education的学位 很奇怪的 移民部的官员就说 这个人读来也没用 亦都不用过来加拿大读书 这样就否决了他申请 但是这个的老师就是不恶意 就说我要上诉 就去了联邦法院那里报移民部 法官就批了他那个上诉的申请 然后就说移民部要发还重审 为什么呢 法官就说其实他的Study Plan 是很reasonable 还有他读的科举和他做的东西 是完全符合的 为什么移民部会突然之间不批准他呢 还有他说移民部的官员 根本写一些东西就乱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 移民部也可以出错 对啊移民部也可以出错 但是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这个人的Study Plan 写得非常好 写得很有条理 很organized 于是呢 法官就批准了他申请了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现在他签的个案 是不是上升着呢 其实 基本上是 基本上每两个的study permit 有一只就已经被人reject了 反过来 那是不是通常都是说 study plan是写得不好啊 还是application的问题呢 很多时候 第一件事study plan 是你要把整个application 将它tie up 你将它整理得齐齐整整 让移民官很容易去看 用5至10分钟啊 是啦 他scan完完这些方法 就看你的study plan 那其实他成不成功 这个读书移民成不成功 都是很靠这个study plan 整得好不好 没错 因为现在多他签的问题 如果你的study plan 写得好 你上诉的话的时候 成功率都很大 没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拿这个case 都想告诉大家 study plan 是有多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study plan 的问题呢 都可以进入我们的description里面 check now 订阅我们免费的15分钟的资讯 可以问问Abraham所有的问题 那今天就这么多 多谢大家 好了 拜拜